在全國人大3月11日通過那個決定裏面 叫授權全國人大常委會 在修訂附件1和附件2的過程裏面 有五個原則考慮 其中一個也都是要尊重香港特區居民的選舉權 依法享有的選舉權和被選舉權 所以要尊重每一個選民的選舉權 就是說它有得選擇 所以每一個選民拿著一張他分派了的選票 他在那裏作出哪一種的展示 這個是他們的自由 特區政府不會規管每一個選民 去到投票當日 他那個選擇 無論是選擇一個候選人 完全不選候選人 或者在選票裏面作一些破壞 令到這張選票是無效 但是現在說的情況是如果有人在選舉期間 做一些組織有意圖 就是煽動選民集體去做某一個行為 這個可能就是觸及了一些破壞 操縱選舉的行為 所以兩者應該很明顯可以分得到的 這個也是在京全人大常委會 他修訂了附件一附件二裏面 特別有一條條文 就是要求特區 依法規管一些操縱破壞選舉的行為 所以我們整個現在的本地立法工作 都是要落實 經修訂的附件一和附件二 第二段一定要採取